静香热情招待大熊和蓝胖子 还让他俩在自家浴缸里泡澡 大熊和蓝胖子意外招待了国王 隔夜的咖喱米饭却让国王很满意 话说阿康国国王硬邀来日本做客 吃喝玩乐都受到了最高级款待 大熊看了也想被款待 蓝胖子一听直言可以试试看 于是他拿出了道具款待梨 无论让谁吃了这个梨 对方都会隆重款待自己 大熊首先想到的就是静香 谁让静香很信任大熊呢 二话不说就咬了一口 之后效果立马就显现了 静香拉起大熊的小手就说要款待他 各种饼干蛋糕都是静香亲手做的 蓝胖子也跟着大熊沾了光 大熊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吃饱喝足还让他俩泡了个澡 静香的款待都让大熊飘飘欲鲜了 回家路上大熊意犹未尽 恰好碰到了小夫 大熊也想让小夫款待一下 小夫家不仅有各种高档肉 还有数不尽的漫画和玩具 大熊让小夫吃款待梨 小夫却认为有诈 任凭大熊怎么说小夫都不吃 还说自己刚吃完了点心 大熊硬给结果被小夫抬手扇飞了 只见款待梨飞向了高空中 恰好砸到了路过的一辆车 小夫一看惹射撒腿就跑 这时从车里下来一个人 伸手就把吊在地上的梨捡了起来 大熊和蓝胖子道了歉 捡梨的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 大熊说那梨是他的 走着走着脚下一软 大熊跌跌撞撞 莫名其妙就咬到了款待梨 结果效果也立马显现了 大熊邀请这位大叔去自己家做客 话刚说完就被几名大汉包围了 这位大叔最终来到了大熊家 旁边的翻译说 他是阿康国国王 国王对他们的招待表示了感谢 蓝胖子 这才知道人家是个大人物 大熊想用昨天剩的蛋糕招待人家 蓝胖子立马说不行 那会造成国际问题 于是他自己一口吃了 又问大熊拿脏兮兮的垫子干嘛 大熊直言有了他在哪里都能午睡 蓝胖子又赶紧说这个也不行 接着他进屋对国王一顿道歉 说这里不适合招待国王 还请求他们回去 国王却说一切招待他都接受 蓝胖子一听这话也是无语了 于是他拿出了神奇道具美食桌布 接着点了一桌子丰盛的美食 直言是日本最高级的豪华料理 国王夹起一块肉长了长 翻译说国王这几天一直吃大鱼大肉 这样的大餐已经吃腻了 蓝胖子一看美食无法打动国王 于是又拿出了卡拉OK组合套装 准备请国王欣赏最高级的舞蹈 可看国王的样子还是不满意 无奈蓝胖子只能亲自上场 打算给国王表演一个魔术 结果便出来一只老鼠 这一幕连蓝胖子自己都没想到 大叫了一声接着晕了过去 这时熊爸和熊妈回来了 看到了慌慌张张的蓝胖子 而大熊拿来了玩具和漫画 熊妈问是不是有客人 大熊说是国王 话没说完就被蓝胖子拦住了 直言说是国王会吓坏爸妈的 熊爸和熊妈主动进屋打招呼 熊妈说要去泡茶 熊爸却说他有更好的东西 原来是82年的二国头 虽然是当时特价买来的 但也是他家最好的酒了 熊爸说对点冰块可以喝仨月 先给国王倒了一杯 国王毫不犹豫端起来就喝 刚喝了一口肚子咕咕叫了 熊妈一看喊大熊一起帮忙做饭 大熊放下了玩具和漫画 让国王看看漫画 熊爸貌似看到了什么 原来是国王的衣服 他感觉这衣服还真不错 蓝胖子赶紧拦着 可熊爸却说日本的文化就是喝酒聊天 刚喝的这杯二锅头都忘记兑水了 熊爸也是有点不胜酒力 两杯下肚小脸已经通红了 熊爸还拍着国王肩膀套近乎 把蓝胖子都看傻了 这时熊妈也把饭端上来了 蓝胖子一看是咖喱米饭 这不是昨天的剩饭吗 熊妈却说隔夜的才好吃呢 熊爸明显已经喝多了 借着酒精当场跳起了舞 而国王还是一脸冷酷的表情 熊爸边跳边向国王靠近 二锅头喝多了腿都发软 熊爸竟然一头栽进了国王怀里 熊妈赶紧向人家表示了歉意 好在国王并没有说话 蓝胖子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这时熊妈献上咖喱米饭 熊爸说隔夜的咖喱饭才好吃 翻译一听不乐意了 这眼神让蓝胖子一惊 蓝胖子感觉一切都要完了 只能拿出最后的杀手锏了 国王还真想尝尝咖喱的味道 吃到嘴里后感觉不一样 接着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看样子很是满意 国王接着把剩下的都吃了 大熊一家人都看呆了 分分钟就吃完了一盘子咖喱饭 看到国王打了个哈欠 大熊拿出了自己的垫子 说这是自己午睡专用的垫子 国王躺下后瞬间就睡着了 连翻译看了都震惊 直言这简直就是奇迹 一直睡到太阳快落山了 国王感觉是时候该离开了 他对熊爸的酒水表示了感谢 对熊妈的美食也表示了感谢 最后对大熊也表示了感谢 直言这是最好的款待 还拜托大熊向蓝胖子问好 国王一行人开车走了 大熊正疑惑蓝胖子去哪里了 蓝胖子盛装打扮出现了 原来他去蔚来买了一堆款待专用品 结果一看屋里的客人都没了 蓝胖子问阿康国国王呢 大熊说走了 熊爸熊妈这才知道那人是国王 再一想用廉价酒和剩饭招待人家 熊爸熊妈都后悔死了 好在国王对这次招待很满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